因为我非常感慨这个舞台 曾经我是一名歌手的时候 一名小孩还没出道的歌手的时候 我特别的渴望能拥有一个这样的舞台 让我去展示我自己的梦想 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特别羡慕他们 我之所以要唱这个歌是因为 第一 我答应过Vivy 我要弹吉他唱这首歌给你听 第二 我刚才也有答应齐歌 他问我新疆维雨的歌 是不是都这样吟唱 也许我接下来这首歌的那个词 也许不是特别的准 因为我没有背过这个词 但是我只是把那个味道唱给大家 再一个因为其实我一直在发烧 但是大家一直都很照顾我 很忍耐我 我的休息室跟萱萱挨着 他一生都不敢出 怕耽误我睡觉 然后本来我是跟齐哥挨着 但是萱萱那边工作人员多 齐哥看到他的工作人员 有的坐在走廊里 就把自己的休息室 让给了萱萱 这就是我们三个 我特别爱的两个派档 他们不仅 他们不仅 艺术类好 有才华 同时 他们人还那么好 所以我必须唱这首歌 是表达想念的一首歌 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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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人 小早 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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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形的 有才华 有一才华 有天結 我们都在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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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Lachman 謝謝 你是我們心中永遠的才藝美少女 一起喊過